近日我们拍到某活动结束后 明星们陆续回酒店 当天正赶上北京下雪 只见肖燕一下车 就拿着手机开始拍照 紧接着更是不顾寒冷 脱下外套在雪地里转圈 让助理帮忙记下这最美的瞬间 拍完以后 她看了一下手机 大概是觉得不太满意 紧接着她再次转圈 玩得太开心 把自己兜给兜笑了 拍完这一段以后 肖燕这才与助理一起进入酒店 在她进去以后 人名与助理出现在门口 此时雪已经停了 地上全是水 人名就小心翼翼地提着裙子 生怕弄脏 不过她也趁机拍了几张照片 过了一会儿 身穿白色外套的白静婷来到酒店 发现地面湿滑 白静婷一路上只能脚贴着地面 慢慢向前滑动 一个不注意还差点摔倒 看她这手足无措的样子 也是有些可爱 除了这几位明星来到酒店 还看到京城和秦浩离开酒店 看来到了年底 明星们也是非常繁忙 大家出门还是要注意保暖 和安全哦